除了餐饮呢 还有酒住王源为家 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民宿吧 刘家上色沉谈简香 这就是卖化妆品的 口红香水这类的 还有赵太成家 杨家英正 这是私人医院诊所 这都是画里边 有名可考的一些个东西 再就是像商业步行街上 这种卖金银首饰的 布匹服装的 说书的算命的 甜品蜜饯水果摊 吃的玩的 要啥有啥 商业生态是相当丰富 所以说繁华热闹 太平盛世 是大多数人对清明上河图的 第一个印象 开封在当时 是世界最繁华的大都市 那么那个时候在欧洲许多地方 许多城市 还没有开发 还是蛮荒之地 这里已经是一个繁盛的世界了 80多万的人口聚集在那里 它有完善的商业体系 服务体系 交通运输体系 还有其他的一些高档销售品的 这些服务 可是咱们再仔细看看 张德端在画里边还画了点啥 开头可以看到有一队人马 抬轿的 骑马的 一看这就大户人家 他们这马受了惊了 在街上乱跑呢 那匹白马前头呢 是一只受了惊吓的一个黑驴 路边还有个小孩 跟他玩 你看旁边那个老头啊 一瞅这架势们 一瞅就是着急了 忙着招呼这孩子 往下你再看 有一颗断头柳 仔细看呢 这树干都是完全断开了 树干正砸下来的时候 张泽端咔嚓按下了快门 这个场面 一个一个的这些画面 都隐隐地透着点危险的信号 就跟电影似的啊 开篇整的这么个铺垫 你总觉得后边 指定得出点什么大事 咱们再看下一处 忘火楼啊 这个就相当于当时的 消防热线119 北宋历史上 闹过特大火灾四十多场 注意啊 谁家要说炒菜 把房粮了了 那都不算的呢 咱们说的是特大火灾 一烧得烧半条街 百事户的那种大火 所以这个消防 应该是北宋朝廷 很关注的问题 正常情况 楼上值班的 发现哪有火情了 赶紧通知楼下水龙队 带上云梯啊木桶啊 各种灭火的家伙事 奔赴火场 现场去进行扑救 可是现在呢 你看这望火楼上 连个值勤的人都没有 底下两排兵营啊 也都得改成小饭馆了 小商小贩是人满为患 就是他真想出火井 他都出不去 那都给堵严实了都 开封这个时候呢 因为房屋的建筑呢 多数都是木制结构的 所以非常注重消防 昼夜多有人 在这个望火楼上面值守 那么下面呢 就是消防兵 他们这个值守的地方 要住好几十人了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 这个望火楼啊 没有人在值守 他们坐到哪去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检查武器 为什么检查武器呢 他们要把这些酒桶啊运走 那么途中呢 怕遇到像梁山坡好汉那样的人 打劫 他们在出行之前 要好好的检查一下武器 在当时北宋的军队呢 他是允许他们做点生意 贴补他们的一些费用 那么这些士兵呢 这个就在运送这些酒桶 也可能呢 跟生意有关系 也可能是因为过节需要 反正在酒的面前 那么帮助 是个弹術 击费用 我们的费用